我們跟留台灣啊 對 啊就是 其實你烏龍 你是直接最跟這塊土地 有最親密的接觸啊 一塊好的地給下一代 不要真的在我們這一代 真的跟它揮霍完了 從小生長的地方 你又回來這個地方 畫你很熟悉的東西 就是很刺 在苗栗 農村的時序 已經進入春耕的尾聲 到田裡有剛擦下的央苗 也有雜草重生的廢根地 十二年前 畫家洪江波離開台北 回到苗栗灣堡裡的老家 三年前 它開始走進田野 沿著兒時老路 重溫童年舊夢 你看 洪灌水雞 在左右邊 這裡是什麼地點啊 這邊也是我們社區 這邊是比較低的地方啦 所以這邊會有比較多的水鳥 就柴域啊 洪灌水雞啊 斐陽雞 有時候也有田野 兒子洪德潤 趴在地上找螞蟻窩 幸運的發現了以後 爸爸洪江坡拿著相機 對著濕地草叢靜靜等待 餵的就是水鳥出現的那一刻 這片田野是負責兩人的秘密基地 船外高大的木馬黃隨風搖移 遠方傳來鎮鎮雞鳴狗肺 農村的環境形成紅江坡的生活經驗 也累積它創作的靈感和能量 以這一張畫來講的話 就是我坐在天梗上這樣看 有一些東西是童年的印象 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像這一段的話就是前面的話 這個濕地是我常常在那邊拍鳥 看鳥的地方 畫畫是紅江坡強烈表達自我的方法 透過顏料 它調製農村的特有色調 拿著畫筆 它描繪心裡嚮往的自然景象 對它來說畫家跟農民一樣 都有屬於自己的那一畝田 我們畫畫的話就是創作的人 跟周遭的環境那個互動 關係很大 當你對地方更了解的時候 你那個情感就會更濃這樣 在我們這邊他們農友的話 他就是想種田 你不能夠說 這個產值很低 就一定要把它變成工業區 因為每一個人有他的價值觀不一樣 他就是願意這樣子 他就是想種田 來來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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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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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 都給你耳朵 沒心給你耳朵 跟過去農業社會比起來 現在會夏田的孩子實在少得可憐 不過在環保裡卻有一個家族 無論男女老幼 人人都是專業農夫 他們像我弟弟的兒子 我弟弟的女兒 我的兒子 他們每個禮拜都來工作這樣 所以今天是種地瓜跟花生 還有讓那個西瓜櫥 西瓜那個黃子 西瓜的黃子像現在 那邊比較長的就要拿掉 不然他那個 就是好像禮拜天就小孩子很多 他們都會幫忙 現在種的是地瓜嗎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種啊 為什麼種 因為它是這樣子長 它這樣往下長 所以說如果說你是這樣種的話 它地瓜就長得不多 所以說而且它根是 基因是這樣子 我們是用那種很差這樣子 因為人多一起種比較不會無聊 就大家會邊工作邊聊天這樣 在紅香的家族裡 孩子夏田可不能隨便做做 種地瓜的時候 大家要合力完成膠水 分苗和種苗 種花生的時候 大人在前面用腳挖坑 小孩子跟在後頭下種和附土 其實他們這樣工作效力很好 其實小孩子真的 我是小孩子的那種配合度很好 工作效力也很好 紅香和先生張木村 現在經營二十多塊零星的農地 種植面積也總共五甲 每一片田都是計劃生產 分別種植水稻 花生 地瓜 西瓜 和芋頭 民國九十二年起 他們加入主婦聯盟的銷售通路 成為完全不使用農藥的無毒農夫 如果我噴那個十八菌 然後是黃色腺菌 十粒菌 那些營養劑什麼 我都不用戴口罩 我每次我也不用穿雨衣 我都很 覺得做得很快樂 我們銷售時期的價錢 比一般的傳統宅北價錢 大概高了兩倍到三倍 所以這個收益部分來講 就增加蠻多的 大概一年總收入的話 應該有上百萬以上 找到自信又獲得收益 務農不再只是辛苦 又抬不起頭的行業 可是當農業出現契機的時候 厚農科技園區的開發案 卻為紅香一家人帶來噩夢 因為他們的農地 眾巧未在園區的預定範圍內 現在縣政府它徵收的範圍 這是居民的安置 徵收的方式各方面的什麼 他從來都不曾跟我們這些居民 來開收益會來跟我們提供 壓過去 好 停 再上去一點 帶著弟妹為西瓜鋪上棚布 用雙手為花生除草 張淑銘跟時下年輕人很不同 他不怕髒 樂於流汗 甚至在面對厚農科技園區 可能帶來的影響時 他內心早有頂見 一般人如果說水跟鑽石 給他分的時候 或是給他選擇的時候 他一定大概都會選擇鑽石 對 可是我們呼籲到說 它價格很高 可是它的價值呢 對 那工業跟農業 就是也是這樣子 那農業就好像是水一樣 工業就好像是鑽石一樣 農業在只要有人類開始 就大概已經 就已經有存在過 可是工業可能只有這兩百年 祖先流程下來 不是那種淺的問題 是那種價值觀 他會覺得他有一種使命 人家說傳承那種 科技研究要來的時候 我有跟他談過 他說 這祖先留下來 我為什麼要放棄 他說我要保養這個土地 他不要錢 其實我這樣小孩子 我很心虐說 我有下一傳承就對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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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淑林跟蘇秀鳳 是彎堡裡的設造主力 在他們長期的天野調查中 許多動人的故事 一一被挖掘出來 我是因為掉來這裡 才跟這塊地界 快九年了 我已經待很久了 你有待很久 對 很好 我覺得很好 謝謝 出身嘉義農村 謝永定年輕時 在台北打拼 九年前 他被吊到苗栗 意外地發現了 人生的另一片天空 我搬來這個社區以後 我對這個社區的感覺 很有那種感情 那種直覺 因為說 在這個地方 盡量保留原味 那在這邊 我可以腳踏天 腳踏地可以 頭頂天 我連甚至青菜 我現在都不用買 我自己種 草莓也自己種 凡事盡量輕手做 從種菜 花水池 到整理四周環境 只要做得來 謝永定 絕不假手他人 他不只把老房子變成新家 更成就了夢想中的圓夢園 生活不簡單 其實要簡單去過生活 你要越簡單 就最好是不要動不動 都是用鈔票 或什麼來換取 花錢的事情 並不會讓你有再扎根的工作 通常你就是從 拔草 從整理 甚至從掃地 甚至從種花 然後甚至搬石頭 種菜 這個就是你在地 每一天你都在做的工作 然後你會有深入 然後你會覺得 你的生命是投入在這裡 你才會有那一種 你才會覺得你是快樂的 我覺得真正的生活是 自己去做 做得快樂 那個就是快樂 吳淑林 雲林人 是畫家洪江波的太太 民國九十一年 她開始投入 環保裡的社區營造 也因此在環保裡 長出自己的生活重心 阿嬤 你有看過這張嗎 你還會記得這張照片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對 像這樣 你這幾歲 幾歲 幾歲 你一二歲 這樣嗎 你這張是不是 這張我來鄉親的 我不知道這張 我是回來這個社區 然後當了社造員 以後才開始投入社區 那之前對社區其實也都不了解 那我覺得自己有扎根的感覺 是從做社區營造開始 因為我開始認識每一戶 每一個人 住在裡頭的人 然後甚至從收集老照片 然後認識他的家人 然後認識在地的一些 有特色的地方這樣子 不然的話以前我一直很想搬走 到處收集社區老相片 訪談老人關於農村的故事 在大山國小老師蘇秀鳳的協助下 吳淑林用緩慢的方法 寫下灣保農民的歷史 並成為孩子認識在地的鄉土教材 晚保 晚保 臺灣吉保 晚保五三保 晚保五三保 晚安吉 頭到西瓜最大好 老人關的西瓜 名聲頭 上港有名聲 下港也出名 名聲頭長 連日本人就知道 要吃西瓜要來老人關 結果老人關的西瓜 就是晚保 我們的祖先來這裡 就是這樣開分 蘇秀鳳在課堂上 用標準的閩南語 向孩子訴說灣保的過去 紅香一家人在田地上 以最直接的勞動 鋪陳著灣保的未來 走進紅江坡的畫室 一幅新的畫作 現在才剛剛開始動筆上色 這群晚保人的故事 很難用產值衡量 也無法喊價排滿 因為在他們的生命裡 農村裡的童年代代相傳 沒有保存期限